聊斋之意 普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蛇人 东郡有个人以耍蛇为生 曾经训养过两条蛇都是绿色的 大的那条叫大青 小的叫二青 二青的额头上有红色斑点 十分机灵驯服 指挥他左右盘旋 那动作就没有不尽如人意的 因此这个耍蛇人十分喜爱他 更与其他蛇区别对待 一年后 大青死了 耍蛇人想再找一条蛇来补上他的空缺 但一直没有如愿 有一天夜里 他寄住在山中的寺庙里 天亮后 打开烛箱 发现二青也不见了 耍蛇人懊恼得要死 他四处搜寻呼叫 却踪影全无 以前 他每到树林茂密 草丛繁盛的地方就把蛇放出去 等他们玩得高兴了 自己就会回来 所以 这次耍蛇人也寄希望与二青能够自己回来 于是就坐在那里等候 眼看着日头越升越高 他也死心了 于是泱泱不乐地打算离开 出了门 刚走了几步 就听见身后的草丛中传来一阵稀稀苏苏的响声 他吃惊地停下脚步回头一看 正是二青回来了 耍蛇人很高兴 如获至宝 他放下肩上的担子站在路边 蛇也跟着停了下来 一看二青的身后 还有一条小蛇跟着 耍蛇人抚摸着二青说 我还以为你逃走了呢 这个小伙伴是你领来的吗 他边说便拿出食物喂二青 同时也喂给小蛇吃 小蛇虽然没有逃开 但蜷缩着身子不敢吃 二青就含着食物喂他 好像主人请客人吃东西似的 耍蛇人再次喂食 小蛇才吃了 吃完后 小蛇便跟着二青钻到竹箱里面 耍蛇人挑着箱子离开 以后也开始训练小蛇 小蛇盘旋弯曲时都很合乎要求 与二青几乎一模一样 于是就被称作小青 耍蛇人带着他们到处周游进行表演 赚了不少钱 一般来说 耍蛇人耍弄的蛇最常不能超过二次 超出这个范围就会太重 就需要更换 二青虽然已经超过了二次 但因为他乖巧听话 所以没有被马上换掉 又过了两三年 二青的身长已经长到了三尺多了 卧下时身体几乎沾满了整个竹箱 于是耍蛇人决定放掉他 有一天 他到了兹川县的东山一带 拿出最好的食物喂了二青 又祝导一番后放他离去 二青走不远又马上回来了 蜿蜒盘绕在竹箱外边 耍蛇人挥手赶他 说 走吧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你从此藏身在深山大谷里 将来必定会成为神龙 这竹箱怎么能是你长久的居身之所呢 二青这才离去 耍蛇人目送他远去 可不久 二青就返回来了 耍蛇人用手驱赶他 他也不走 只是用头不断地碰撞竹箱 小青也在竹箱里面不安地窜动 耍蛇人恍然大悟 说 你这是要和小青告别呀 于是打开了竹箱 小青马上爬了出来 他们相互缠绕 不停地吐着信子 好像在互相说话 过了不久 两条蛇一起曲折蜿蜒着爬走了 耍蛇人正想着小青是不是也不回来了 但不一会儿 小青独自回来了 静止爬进竹箱里卧下 自从二青走后 耍蛇人随时随地都在乌色心蛇 可惜都没有找到什么好的 而小青也渐渐长大 不适合表演了 后来 耍蛇人又找到一条蛇 也很驯服 但始终比不上小青 可是这时小青已经粗得像小孩的胳膊了 在此之前 不少乔夫在山中见过二青 又过了几年 二青又长了好几尺 有碗口那么粗 渐渐地喜欢出来追赶人了 因此行人旅客们都互相告诫 不敢走二青经常出没的道路 有一天 耍蛇人正好经过那里 一条大蛇像狂蜂一样的猛窜了出来 耍蛇人惊恐万分 赶紧逃走 蛇在他后面紧追不舍 耍蛇人回头一看 蛇就要追上自己了 他忽然看见了蛇头上的红点 这才醒悟 此蛇正是二青 他卸下身上的担子大声呼喊着 二青 二青 那蛇马上停了下来 昂起头来待了很久 然后扑上来 缠绕在了耍蛇人身上 就像以前表演蛇系时的那样 耍蛇人知道他依然很友善 只是他的躯干又大又沉 自己实在受不了他的缠绕 就倒在地上呼叫央求起来 于是二青放开了他 又用头去碰撞烛箱 耍蛇人知道他的用意 打开烛箱放出了小青 两条蛇一相见 立即紧紧交缠在一起 盘绕得很紧 久久不愿分开 于是 耍蛇人对小青住院说 我早就想和你分别了 现在你可有伴了 又对二青说 小青原本就是你带来的 你就把他领走吧 我再嘱咐你一句话 在深山里不会缺吃缺喝的 不要惊扰过往的路人 以免惹怒了上天受到惩罚 两条蛇垂着头 好像接受了他的劝告 然后 猛然起身窜去 一大一小 一前一后 所过之处 树木草丛都纷纷向两边倒伏 耍蛇人站在原地 直到看不见他们的身影才离去 从此以后 行人不再受惊扰 也不知道那两条蛇到哪里去了 从此以后 行人不再受惊扰 也不知道那两条蛇到哪里